大家好,我是老表 我头说直接下去捞一捞 看一下有没有帮到那个大龙轮的 直接下水 咱们出发 开局金龚光 非常漂亮的开局 这块赶紧把它修起来 中国人都在这里 一路边的维护 对 像一个小狗 那样 我尽量的 一路 我尽量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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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上岸了 哎呦,来一圆了 今天呢,就打了一条 总算不会空军啊 一条也不错 我们现在还没有吃早餐 等一下我们就拿这条鱼回去搞早餐去 现在是 11点 10点 45分 10点54分 今天还没有挤脚枪 哎呦 现在拿鱼回去做个脚枪来挤 好 准备开启做脚枪了呀 这个鱼的话呢,已经 已经烧好了 就准备 放点正中的那个花生油下去 嗯,这样放这么多差不多了呀 放鱼下去 煎至两面金黄 小火慢煎 然后翻个面 哎呦 金黄金黄的 这样用效果就非常的beautiful呀 然后再翻个面 哎呦 哎呦,有点小浓 但是没关系啊 然后我们再加入这个生命的圆拳呀 怎么夹进去呢 要开到火 因为没有这个葱姜蒜 只能用这个高度白酒代替了 高点下去 够用 然后等它慢慢熬煮 等它煮出那个白白的汤底 啊 然后我们再丢一块面下去 有那非常的beautiful 放点盐 放点盐 摇一下味 哎呦 呃,应该够了 其他其他调料,味料不用放了 过去 嗯,把那个鱼肉煮軟 看能不能把那个鱼肉搞出来 这样一块一块一块的哦 这样那个鱼肉 要容易 出那个鲜味啊 把它搞出来哦 啊 这样不就亮了嘛 然后继续焖煮 然后再放一点这个小米辣下去 嗯,这味道很稳稳的 然后再丢块面下去 然后再丢块面下去 上火 然后这样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就可以就可以关火了 这样的话就非常的完美 就是缺一点那个那个葱花 我这里就是没咬 要是咬的话再放点葱花下去 嗯,那就非常的熬力可以了 好了,现在我们开始洗碗吃早餐了 先快点 看上去就非常的亮 哎呦 吃早餐了不 看一下现在多少点哦 哎呦,现在搞好12点11分了呀 终于吃上早餐了呀 哎呦,看见那个这个 这个 椒盐蛋白没有了 金鼓曼大碳 哈哈 你吃的东西很特别 金鼓曼酒面非常亮的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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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整得亮 确实是亮 你看这鱼皮 厚厚的,叫鱼皮啊 哎呦 哎呦 特别是这个鱼腰啊 他怎么煮太煮不辣呢 这个金鼓曼鱼腰 哎呦 现在 现在吃那个金鼓曼 虽然说大火煮了这么久哦 但是他就 现在都很有那个劲道呢 咬那个腰会反弹的那种感觉啊 跟进 fasting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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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,哎呦,这鱼皮你看,简直这么金黄,哎呦,看上去,那个味道非常的亮 你一般人,你能吃的几种脚馅呢?你不下海,你都吃不几种脚馅呢? 哦,哎呦,结果早餐吃的,嗯,有点小满足这块呀,哎呦,吃的满头大汗 今天呢,对这个金谷满足面非常的满意,下次再继续搞一下 那我们今天呢,就先吃到这里,呃,我们下期再见了,拜拜了